這是TX所以我很哄 餒 問你一下 我買了新的手機,iPhone12 可是這個原本是安卓的手機 要怎麼樣把資料 轉到我的這支iPhone12 我們想要先下載這個軟體 可是我要連那個對話紀錄全部都轉 安卓手機轉到iPhone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他都有做 真的喔? 我們現在利用這張圖來解釋 安卓手機的Line對話紀錄要怎麼轉到iPhone手機 首先我們先電腦安裝Backup Change軟體 然後呢,再裝這個公司所研發的 App Chrome的手機模擬器 然後再加入平行Line 首先,我們先打開從剛剛的連結載好的這個軟體 打開之後呢,我們添加應用 在裡面找到Line 打勾之後,並加入平行空間 因為我已經載好了,所以我們直接點 進來之後呢,我們開啟設定 從基本設定裡面點聊天 然後點選這個備份及復原聊天紀錄 打開備份及聊天紀錄後 點選最下面的這個復原 這樣資料就已經復原完畢了 它的原理就是,這個公司所研發的 App Chrome 是一個另外一隻手機的概念 所以我們整體的概念就是 原生的Line,備份之後 上傳到雲端 然後我們再 用它 App Chrome 手機模擬器 打開它的平行Line 也可以說是 另外一個手機裡面的Line 然後我們再登入這個平行Line 然後從 雲端硬碟裡面 把原生Line的資料拉下來 然後我們藉由 Android手機傳輸線 把App Chrome裡面的平行Line 利用這條線 傳到剛剛所安裝的 Backup Trends的軟體裡面 然後呢 我們再利用 iPhone手機傳輸線 傳到 iPhone手機 這樣大概流程 就完成了 好,我們現在要把 安卓手機插到電腦對不對 嗯 好,插上去 插上去 手機的允許偵收按確定 嗯 這時候 手機已經跟 Backup Trends的軟體做連接了 對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這個地方顯示的資料 是代表手機裡面的資料嗎 對話記錄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把它 備份到本機 對 所以按備份訊息 然後 然後取一個名字 取一個名字 然後按確定 對 這個時候是 把手機裡面的所有資料 複製到自己電腦裡面的 另外一個資料夾 對,沒錯 現在顯示的 只是手機裡面的檔案 顯示在電腦裡面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就是 把資料 備份到電腦裡面去 對 如果沒有執行這個步驟的話 線拔掉之後 這些資料就會不見 喔 所以才要把它複製到電腦裡面 才不會不見 喔,所以現在還不能把 安卓手機和電腦的連線拆掉 沒錯 好,成功備份 七萬兩千八百十六條訊息 OK 確定 所以這時候就跑到 本地資料庫來了 對 就這一個 喔,出來了 所以現在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把這些對話記錄 傳到我們iPhone手機 對 好,那怎麼傳 把iPhone手機接到電腦嗎 對 那安卓手機的線是不是要先拔掉 現在已經備份到電腦裡面之後 就可以把安卓到電腦的線拆掉 好 好,安卓傳出線我們把它拆掉 好,那我們現在接上電腦 接上iPhone的手機 拆掉了 拆掉之後 設備這邊 就不見了 所以 那iPhone手機在哪裡 iPhone手機接上之後會出現在哪裡 好,所以 插上iPhone手機之後 iPhone手機上面會出現 信任的按鈕 對 好,現在出現在哪裡 這邊 設備這邊 它已經連線成功了 所以代表資料都已經傳送到iPhone上面去了嗎 接下來按剛剛本地資料庫備份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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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右鍵 這個按右鍵 然後 從資料庫中轉移訊息到iPhone 等一下去 還原到iPhone嗎 對,還原到 所以我現在資料就是要傳送到我的iPhone嘛 對 然後按確定 iPhone手機上面必須要把 找到我的iPhone這個選項關閉 然後第二個就是 傳送Line的訊息到iPhone成功後 請關閉Line 在你的iPhone上面先關閉Line 好,現在按確定 然後現在就是正在轉移聊天訊息到iPhone的過程 嗯 所以這段過程又很久耶 成功轉移了72826條訊息到iPhone 現在請 斷開你的iPhone和電腦間的連線 好 把iPhone的線拔掉 很確定 沒有,它現在已經自動斷 電腦已經自動跟設備斷開了 而且 它會幫手機重開機 喔 重開機之後 就轉移成功了 OK 好,按確定就好了 對 好,所以我們整個流程到這邊結束 iPhone 重開機之後 登入你的Line 就已經可以看到 你所有之前在安卓手機上面的Line對話記錄了 OK 成功 啊 今天終於把 安卓手機裡面的Line資料 全部轉移到iPhone手機裡面 詳細的操作紀錄 我都寫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其實這款軟體也可以從 iPhone手機轉移Line資料到 安卓手機喔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 下次再見 記得 關注 訂閱 按讚 加分享